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可乐 尿液是我们排出身体多余的水分 垃圾的一个重要途征之一 通过排尿也能看出你的肾脏是否健康 肾脏是人体泌尿系统一部分 负责过滤人体血液中的杂质 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 最后产生尿液经由尿道排出体外 正常男生的排尿次数应该在4到6次之间 当然如果偶尔的饮水量过多 也会导致尿量增多 排尿次数也会相对增加 正常的情况下若24小时超出了6次 电尿超过两次 而且每次尿的还特别少 该提高警惕 这时心肾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 可能是尿频的现象 如果每日饮水量正常 排尿次数却远远高于正常次数 则说明有很大的可能 肾脏已不堪重负 才导致水液代谢出现异常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颈椎病之苦的人们越来越多了 颈椎病发作时 其痛难忍 而按摩是如今流行的治疗方法 颈椎病的自我治疗中 按摩方法也非常多 今天就教大家哪一套自我按摩治疗法 一 八指按压颈椎旁 用双手手指除大拇指外 在颈椎旁上下按压三十次 二 捏颈颈旁肌群 用大拇指和四指从发际处开始 按捏颈颈旁的肌群 并且缓慢向下 捏到肩部 反复做三十次 三 按揉颈后韧带 所谓颈后韧带是指颈后正中发际线处 用大拇指从颈后韧带开始缓慢按揉 用力要倾斜 以螺旋形向下移 反复三十次 四 推磨理睛解净 用右手掌置于颈项部 有节奏的左右上下按摩一分钟 然后换左手掌按摩 如此交替反复 直到颈项部皮肤产生热感为止 以上按摩法每天两次为宜 十天为一个疗程 其实用按摩法来进行脊椎病的自我治疗 就是靠活血化瘀来减轻或解除肌肉 以及其他软组织的经纹 说话说人老腿先老 这主要是因为腿与感觉神经 运动神经有关 一旦老了腿部感觉向大脑传递 及大脑向腿部发出指令的准确性和速度都会下降 所以经常在腿上进行按揉推擦保健 不仅可以调整人体的内脏功能 强健腿脚 而且通过刺激腿上的经络血位 推动气血运行 可以拿通力关节 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按揉推擦法 平躺在床上全身放松 用两手的纸面从大腿部按揉到小腿部 连续操作五遍 再用双手掌附在大腿两旁 然后沿着大腿的两侧 向膝关节处以及小腿部推擦数次 先推擦一侧的下肢 再推擦另一侧 进行上下往反推擦数次 为什么要推擦腿的外侧呢 因为足部的三条阳经 足阳明卫经 足少阳胆经 足太阳膀胱经 都经过腿部外侧 而老寒腿很明显属于寒症 因此按摩腿上的阳经 有助于阳气提升 阳气充足了 气血运行就有劲了 值得提醒的是 如果有脉管炎 静脉曲张的患者 那就只向上推 那就不要向下推了 因为静脉曲张 脉管炎等 都是静脉回流出现了问题 向上推有利于静脉的回流 这对治病是很有好处的 肾脏是先天之本 肾强则体壮 补肾的方法各有千秋 其中通过按摩身体的穴位 便是最为简单有效的补肾方法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隐藏在手部上的补肾穴 经常对其按摩呢 便能够起到极好的补肾效果 一 伤羊穴 伤羊穴是强肾的重要穴位 位于我们手部 实实尖端的位置处 距指甲脚0.1寸 那没事的时候啊 经常呢 对伤羊穴进行按压 能很好的促进肾脏精细的生发 使得呢 肾脏支气更加充盈 从而达到不错的滋养肾脏 强肾养生的作用 在对手部伤羊穴进行按摩的时候 可以呢 用拇指和食指 捏住穴位的部位 然后呢 轻柔的对其呢 进行按摩 每次按摩时间 保持两分钟左右 每天早晚各按摩一次 以穴位处有酸胀的感觉为宜 二 尺则穴 尺则穴呢 位于手肘部上 当肘部呢 微翻曲时 在肘窝处 隆起的肌肉的部位 便是呢 尺则穴 尺则穴呢 又是肺经上的重要和弦 那按摩时啊 可以呢 用食指 或者呢 是拇指的指腹 来按揉 每天按揉 两到三分钟 那从中医理论来看呢 肺经属筋 而筋生水 肾又属水 所以啊 经常对齿则穴进行按摩 便能呢 很好的起到不慎的作用 经常对齿则穴进行按摩 能很好的将肺经上的多余能量呢 转移到肾脏上去 于是呢 便能使得肾经更加充足 而肾经足 则肾脏强 那是老年人常见的一种症状 那中医认为呀 主要呢 是人体肾气孤舍无力 膀胱约束无能所致 那特别呀 是随着人的年纪增大 那真气逐渐的衰败 就更容易发生 且呢 日益加重 对尿频的治疗呢 老人可以自我推拿腰腹 这是呢 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 揉腰 腰部呢 有腰眼学 具体呢 是位于我们这个后腰部 在第四 在第四腰椎挤突下 后正中线 旁开 3.5寸凹陷处 那左右呢 各一个 暗揉时呢 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 然后呢 双手握拳 放在腰后 用拇指突出的关节 按住腰眼 用力的做旋转暗揉 以孙障为好 每天转揉50次 那中医认为 腰围肾之腹 每天坚持坐打 可以起到很好的 一气固肾作用 揉腹 腹部呢 有一个观圆穴 位于人体 正中线的韧脉上 在肚脐下三寸 用一只手的中指啊 在穴位上 按揉 以穴位点 甚至整个腹部呢 有酸胀感为最好 每次五分钟 一睡前进行 那按摩此穴 具有无慎的作用 肾气足 则固涉有力 尿频呢 即可消除 由于呢 各种原因 那眼带呀 会出现在 各类的人群的脸上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呢 有效的 快速的去除眼带呢 那下面就给大家呢 分享个安全 有效的 去眼带的方法 就是呢 中医按摩法 那一起来看看 怎么按 可以呢 消除眼带 太阳穴 在耳阔前面 和前额两侧 外脸角延长线的 上方 就可以呢 找到 按摩方法呢 首先让双目 轻轻闭上 然后用双手 大拇指的指腹 按压太阳穴 轻轻的按压 反复十次 每次按压 停留的时间 为三到五秒钟即可 按摩太阳穴 可以有效刺激 和促进 眼部肌肤的心全代谢 让其加快运行 而起到呢 消除眼带的目的 成气穴 在瞳孔的正下方 眼球与眼眶下缘之间 是成气穴的位置 每天早晚 用双手的食指指腹 以二柔的方式 按摩下眼睛 每次按摩此处 三十次即可 按摩成气穴 不仅可以活血化穴 促进黑色素分子之间的相互撞击 迅速排出肌肤 同时还可以有利 眼部肌肤的美白和消除眼带的作用 寒从脚下挤 那老年人日常呢 在家里多做做护脚操 有助于呢 促进末端血液循环 增强身体免疫力 起到呢 保健的作用 拳肌脚底 脚呢 是人体的保健养生特区 充分的开发这个特区的潜能 对预防某些疾病啊 有一定的益处 每晚睡前呢 用一根棒锤 轻轻的垂肌脚心 每次500下 使之产生酸麻热胀的感觉 左右脚啊 各做一遍 也可以拳肌脚底 端坐在床上 左脚呢 向里弯曲 平放在床上 用适当力度 积足底 每次50到100下 再换呢 右脚左拳 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活动脚趾 那未尝功能脚 弱的老人呢 不妨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练习用二指和三指 加东西 或者是坐卧 有意识的活动脚趾 持之以恒呢 未尝功能 就会呢 逐渐的增强 双脚踏车 睡前仰卧在床上 抬起双脚 模仿踏自行车的姿势 向上登 持续两分钟 有助于促进全身 血液循环和代谢 能改善睡眠 如果觉得难 可以单腿踏 转动脚踝 盘坐在床上 一只手握住脚踝 一只手呢 握住脚掌 然后呢 缓慢的转动 也可以坐在椅子上 脚尖着地 以脚踝为轴转动 一般每次左右 各转一百下 早晚各一次 放在地门骑 Ghyt 敞